臭小子又買玩具嗎? 家裡沒位了,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告司貼為馬告司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鈴鐺,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我們現在開始這次影片 這次這條影片雖然是開箱片 但有一點特別 特別在於什麼呢? 我想大家看到這條影片的吸花photo 以及看到眼前的這些東西 我想大家略略都猜到是什麼 但在開箱之前就讓大家看一條影片 請去片 現在影片就看完了,是不是很有驚喜呢? 想不到青柳先生會來香港 真是可喜可賀 其實這個消息早在星期一的時候 就已經在怪獸王娛樂公佈了 這裡再次恭喜它 因為本身怪獸王玩具的新發展方向就是怪獸王娛樂 而這個怪獸王英雄系列的見面會 第一彈就是這個青柳先生 即是Jagula 接下來馬高斯都會幫他們處理事務上 甚至在見面會的時候都會幫忙 請大家多多指教 先說回這個活動 其實這個青柳專載見面會 會在2024年7月28日舉行 這個叫做12點半入場1點15分開演 即是這邊寫的資料 這裡你看得不清楚也不要緊 因為網上都會有看 我現在這張是海報 而它的入場券方面都有很多種 又有基本入場券 進加入場券包含簽名券和合照券 然後VIP方面就多很多垃圾 例如有明信片、鎖匙扣、簽名券、合照券的例牌 然後叫做VIP 當然坐得較前一點的座位 然後還有這個優先參與的特典會 到底特典會是什麼呢 就要等官方自己公佈了 然後再高級版一點 就有這個暗支VIP入場券 除了剛才那些東西之外 還多了這個紀念T-shirt、環保袋 這些東西暫時就沒有圖片給大家看 但也可以透露給大家聽 就是青樓神 自己去做這個叫做 融入這個香港的特色下去 自己就設計了一些圖案 而這些圖案就會做T-shirt、明信片、環保袋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現場都會有得買的 這些到時候就再選了 這一張就是海報了 除了剛才說的青樓神 自己設計的圖案的商品之外 還有還有怪獸王玩具 入回來的一些超人商品 然後還有眼前的這些商品 這些全部都是這個 霧場畫廊和Jagula相關的商品 這次就跟大家逐一開箱 去逐個逐個看一下 介紹給大家看什麼 首先第一樣就是這支筆 反正都這麼難得 開出來看看 這支其實是一支原子筆 雖然它的膠外殼有些反光 但你也會看到裡面就是Jagula 站在招牌握劍的動作 然後就這樣按出來 因為原子筆 然後這個鈴鐺 然後這個鈴鐺 吊著的 不要試試看 有幾聲咳 就是這個Q版的Jagula 這個也很有趣 然後這支筆 可以這樣拿著寫 它又搖搖搖搖 這個就是一支原子筆 接下來就是這支 四四方方到底是什麼 這個其實是一個類似皮的質地 你會看到後面有英文的Jagula 是Jagula 然後有Jagula的大頭 然後後面 這個到底是什麼 其實就是一支小鏡 你會看到裡面有一個鎖匙扣 一個小小的鍊 就被你扣在這個圈圈裡 而中間這個位置就是那支小鏡 我這個就免得特地打開它 那就是一支小鏡 這樣 這個你說女士來說 都蠻有用的 有時候你在地鐵站 即不是地鐵站 在地鐵上 有時候見人會臨時臨急化妝 又小小的看著化妝也蠻好的 或者你在街上 吹亂了頭 這樣看一看 就完成了 這個就是一個小鏡 然後這個 這個應該要開呢 都應該可以開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小毛巾 你會見到有Jagula的Q版圖案 開了出來看看是什麼 開出來之後 這塊毛巾 就真的是毛巾仔 四四方方的 你就會見到有Jagula的頭 然後就是紫色的 摸上去的質地 就不算是太過油滑那種 但是你也會見到 有些吸水的感覺 是可以的 後面就是淨色 這裡有少少看到的 因為這塊是 好像瘦花的一塊東西 那些張 瘦下去的感覺 這個就是毛巾仔 看完毛巾仔之後 就到這一張 這個就是一個 file 同樣也是 你看到Jagula 很帥 握著一把劍 後面就是英文 Jagula是Jagula 這一張 其實給Jagula簽名 都挺正的 因為簽好之後 入袋 就可以好好地收藏 挺漂亮的 而後面就很簡單 英文 Jagula是Jagula 這樣 這個就是file 接著這個 真的要開箱 因為它是一個 迷你的poster 還要6張版本 所以來說 不能不開 好了 現在打開了包裝 裡面 有6張迷你poster 就是A4 size 第一張要打橫 就是漫畫風格 你會見到 有貝利亞 惡摩迪加 Jagula 卡美拉 以及黑暗摘機 整張 大集合 很有型 接著來第二張 就是打直 這個就是真實皮套 就是貝利亞的大頭 十分有型 接著這一張 就是Jagula的全身 又是拿著劍的動作 這個也是可以給它簽名 然後再放入A4的相架 好好地收藏 這個尺寸其實都頗容易顯示 都頗正 然後 這張就是劇照 你會見到 當初劇場版的劇照 這張 你會感覺到 那種相片的 一些懷舊 舊的質感 因為這裡有少少起格 之後就是 惡摩迪加 同樣都是皮套 同樣是用舊的劇照 去退地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舊的質感 後面就是新退地之後的圖案 好了 之後 對比剛才 阿摩迪加 這個很明顯是新拍的硬照 你看到皮套很清晰可見 就是一個全新的硬照 這樣 這裡就是六張 如果你說一套六張都頗抵 有關今次青柳傘見面會的部分商品 就開完商 然後 在拍完這條開箱片之後 怪獸王娛樂又有新情報推出了 所以就要補錄一點點 青柳傘就著今次香港活動 設計了一系列的周邊商品 就將香港的霓虹燈要素 加入了設計入面 詳細可以到怪獸王娛樂的Facebook page 接著 今次就聯同太郎君製作Jagula相關的影片 他那邊就會是精選Jagula的經典場面去解說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去看一下 最後的最後 我這邊也有一個送飛活動 大家就在影片下面的留言欄 寫上你最想問青柳傘的問題 我太郎君 再加這個怪獸王娛樂 就會選出三條問題 被選中的朋友 就獲得見面會的入場門票一張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記得參加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裏 現在這個頻道爭執了會員制 如果大家有能想支持的話 歡迎大家課金加入會員 大家的支持絕對就要動力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記得給我按讚我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